各位觀眾,歡迎來到第七集的DSE物理樂園 第五、第六集我們就講了牛頓第一、第二定律 很明顯牛頓有三大定律,我們今集會探討牛頓第三定律 牛頓第三定律講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句說話來概括的就是 逢親有Action,就必定伴隨著一個Reaction 什麼意思呢?就是這樣的 假設我現在,這就是我的右手 我右手一拳打下去,我右手施加力就給我的左手 好,同時間我左手就會給我一個相同大小大方向相反的力 在我右手的拳頭上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Action and Reaction 配合 即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 牛頓第三定律就告訴你 所有的力都必然會有一個作用力 反作用力就必定伴隨著一個反作用力 以後我就會在這裡一句說完 不過我會再詳細一點去展述這個概念 好了,我們現在就嘗試一下 用一些例子去講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概念 好了,剛才講過 這個就是我,我一拳打下去 那件物件就會受我拳頭的力 好了,但是我拳頭都會受力 好,我一拳打下去 這就是我的拳頭 這就是我的手 大概就是這樣 那些關節 好了,我的拳頭這個位置就會受一個力 用第二支人色筆,不是很清楚畫得 這兩個力就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 我們有什麼特色呢?有幾個特色你要記得 第一就是大小相同 大小相同 第二點是方向相反 例如我這個力就向螢光幕的左邊 這個力就會向螢光幕的右邊 方向相反大小相同 如果力是200牛頓的話 我拳頭收回力就會是200牛頓 作用力與反作力 其中兩個特色就是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另外第三點就是他們必然會 私家在不同物件身上 第三句真實如何使用 如果我看到有兩個力 我試試畫一畫 如果我看到有兩個力 這個力量就是 A和B 假設他們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但是 他們明明在私家在同一件物件上 都是假設這個球體 我很肯定 A和B 一定不是 他們 A和B一定不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 因為他們在同一件物件身上 因為他們在同一件物件身上 所以沒有可能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 說回我們拳頭打這個場的例子 現在就是 我 這個力 這邊 我們說說話就是 我 私力於 我們當作牆 牆上 好 到這邊 這個力 我們會怎樣說呢 長私力於 我上 這個力量 我們一定要知道 牛頓第三定律 Action Reaction Pair 一定有以下格式 如果沒有以下格式 或者跟它不同 那就一定不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 格式是這樣的 A C 力於B 上 A B 是名詞 B C 力於A 好 一定有以下格式 於是我們去檢查四點 只要它符合這四點 它就會是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好吧 我們第七集 講 牛頓第三定律 基本上 講完 當然不會 我們會再繼續展述 我們會想回第六集 說什麼 第六集我介紹了四種力 就是常見的力 就是常見的力 是不是 那就有 看看大家看不記得 現在就看回 那 重力 或者重量 第二就是 雙力 Tension 啊 對了 樓上的 這裡寫回 Rage 那 第三呢 就會是 我就逆造 應力 那 很多個逆法的 那 那麼 那 那 第四就是 摩擦力 好 好像寫錯字 那我就會嘗試去講回這四種力 還有 當我 當我有了 歐登第三定律概念的時候 應該怎麼理解這四種力 好了 第一 重力 我假設有個箱 假設它是20kg 那 有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的了 如果它在地球之上 它就會有個力向下 或者指向地球中心 那 這個重力就會是20x 地球的地心加速度 G G 或者地球的引力強強度 那 地球的引力強強度大概是10 大概是10 9.81 正確一點就是9.81 那就200N OK 記不記得我開節目之前 不是 開節目頭 最開始的時候說了些什麼 就是 牛頓第三定律告訴你 一個力必定伴隨著一個反作用力 好了 那你會問 那現在有一個力了 這個 那伴隨著它的反作用力是什麼呢 OK 首先我們會想一下 究竟重量是本質上是什麼呢 重量本質上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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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這次是個箱 所以是地球施加於箱子上的力 我間諸兩個名詞 地球 箱子 好 先看樓上 第四 A,C力於B上 B,C力於A上 一定有這個結構 先游一游 好了 我們對調名詞 所以反作用力就會是 先選擇 Copy and Paste 我覺得要改的,但有什麼就不要太見怪 雙子施加於地球上的力 游回名詞給大家看看 所以樓上的反應力就會畫出地球 我們要解釋箱在這裏,當然層次已經誇張了 放大它就是箱,箱就在這裏 我們畫回回反應力 首先就是方向相反 所以就會指向這個方向 我們看得到的,這個和這個方向會相反 大小一樣,所以這裏都是200N 一樣的 好了,跟著 剛才說過,就是這個格式 這個就說了給大家聽 對於重量的作用力 要反作力對視什麼 行不行 好了 現在講一個最常見的解釋 正確的作用力反作力對 我現在就給一個考試上見 不正確的作用力反作力對 你要知道不正確 然後通常是正確或正確的問題 你要答正確的問題 即是對錯的選擇題 你要答非的問題 好了,具體說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放一件東西在桌面上 我現在就要畫這部電話的孤立體受力圖 Fee Body Diagram 好了,我畫了 那由於電話太薄 那不要看,我畫厚一點 其實都是一個箱 OK,行不行 好了 那我現在就只是畫個雙手的力 對不起,這是電話來的 不要緊要 這個 這個雙,還是雙 OK,這個雙手的力 第一,在地球上面 它會有重量 MG 第二 它跟桌面有接觸的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會說 有接觸的東西 你先畫一個應力給它 這個應力是指向叫物件的 我們用R來表達 或者 對了,我們用R來表達 OK 那我當 就先就 我假設 那個 Mask是0.1KG 假設 OK 0.2KG 這個 這個雙手的力量 這個雙手的力量 即是 left force 順於 0 所以你可以作出一個結論 因為 left force 是 0 的關係 所以向上的 頂 向下的 0 那個 normal force 寫好它先 normal force 這個就是 weight 那個 normal force 都是 2N 好 我們檢查一下這一對 是不是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先檢查頭兩個 大小相同 剛剛都是 2N 方向相反 對 很大機會 對 當然 看看第三個 我們先看看 C加 C加 C加在不同物件上 看看是否 不對 大家 兩個力 MG和R 都是 C加於 在箱上面 OK 第三個條件 五負Fu 就是要 我們可以立即很肯定 其實我見到這件事已經很肯定 這兩個力 不是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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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三個條件 他不能夠 完成 好了 我們知道他們兩個不是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牛頓第三個告訴我 逢親有力 必定伴隨著一個反作用力 好了 現在就問 這個力 它的反作用力是甚麼 第一 第二 這個力的反作用力又是甚麼 我們找回各自真正的伴侶 真正的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好不好 那我們就做了 我會找出一個重量先 因為之前說過 我喜歡重複再說話 可能網台來說會悶 但教學來說 我寧願洗腦式 或者悶一點 但再說幾次 你學會一件事 我會覺得有得著一點 好吧 重量是地球施加於那件物件身上的力 所以它的反作用力就是 這件物件 這件物件 這件物件在那裡 原型那塊是地球 這件物件扯回地球的力 行不行 哎呀 用錯色 這個遊戲去代表那件物件 沒甚麼特別 那 MG那個就搞定了 MG我用綠色型的描述 他們的句式就是很簡單 看回那個句式 第四 這個很重要 麻煩你 地球施力於雙子上 雙子施力於地球上 它們本質都是地心級 即是慢有引力 那 之後就會再說慢有引力 去開一課 新的 是mechanics的尾 如果去到慢有引力的話 好了 那繼續 我已經搞定了這個 好了 那 先看回 我們現在看回那個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是個桌面 桌面 假設就當成這張桌子 桌面給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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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了 那 第四個句式就是 箱給個桌面 桌面 桌面在這裡 那 這對就是Action Reversion Player 這個就是桌面 有沒有問題 那 好了 這個就是桌面 桌面 施力在箱子上 以及箱子施力於場面上 由於它們一定是 代表面的配合 它們一定是Ecode in magnitude 即是大小一樣,方向相反 我們先看看,剛剛計算到 所有東西都是2N 這個就是2N 我們扯地球的力量又是2N 當然是2N 對於我扯地球來說 地球是微不足度,所以你感應不到 好,桌面給箱子的力量是2N 壓下去,力量又是2N 因為Ecode in magnitude Ecode in magnitude 一般現實 通常頭兩句都背得很熟 1,2來講背得很熟 因此之故,你只背一兩句,就很容易被音 你會想到 不是能夠滿足頭兩句就是Action Variation Pair 你要檢查它們是否符合第四句的格式 如果符合就是 OK 好了,我們就講了重量或重力 講了Normal Force凝力 我今次就會講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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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假設有件物件 原本是在有震驢 就是有震驚的地方 有動力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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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相反向前進的方向 所以對雙來講 複雜就會向螢光幕的左邊 自由身體計畫的精髓在於什麼呢 我現在還未畫得最好 因為我的地面和雙都依然黏在一起 其實看得不清楚 畫得自由身體計畫中文 孤立體受力圖 最好就是孤立他們 我重新畫過 我只畫過箱,不畫過地面 由於今次我不是用來做示範 我只是畫力的話 我就不畫動的箭嘴 並且你看到上面有一幅圖 我很注重箭嘴是要畫得不同的 為什麼? 動作不是力 我用右線的箭嘴代表力的話 動作只是代表速度的方向 我一定不可以用同一隻箭嘴 因為我會混淆自己 你可以選擇像我這樣 畫一個粗的箭嘴代表速度 或者畫雙箭嘴 總之要不同 不同的角色 你的標記方式不同 那你就不會突然 反正加速度 蘋果加橙 不能加的 OK 即是問你 哦 怎麼可以加呢 一個力 10N 加個溫度 5度 10N加5度 是什麼? 不能加的 如果你加到 其實你是有問題的 不同單位的加不上 好 所以因此之故 我很注重的是 我的速度 或者動作方向 我的箭嘴 就要跟 力量的東西 畫 標記方式不同 你可以用雙箭嘴 或者粗箭嘴 去表達 好了 回來了 我對雙箭嘴代表 就是很簡單 Fiction 向型光幕的左手邊 好 那你會問 那你畫不畫呢 看題目 看題目 如果題目本身畫Fee Boy diagram 是有分的話 我會畫 但如果我畫Fee Boy diagram的原因 是因為 純粹是 我想計算 去旋律的東西的話 假設Verdical Verdical是什麼意思 是上下這個方向 我不是有興趣的話 我有權不畫 因為我只不過 把我的心機放在左右上 我可以不畫出來 什麼意思 就是我可能 我 哎呀 好 我這樣已經 符合了 我自己的目的 已經夠達到了 那我就可能不浪費 那些氣力去畫回 垂直方向 Verdical方向 那些力 行不行 試乎題目 如果 如果題目是叫你畫Fee Boy diagram 你要上下都畫完 但如果你只用自己的計數 你可以有權不畫 好了 那 我們先看 這個Fiction是什麼呢 就是 是 地板 施加於 雙子上的力 地板 好了 我也是這樣舉 我先提示 地板 雙子 好明顯 那它的 reaction pair 就會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冷一點點 好了 就是 把兩個調位 為什麼 copy and paste 其實 第一 就是 我冷了 說笑 希望你看到的格式 就是名詞互換 雙子施加於地板上的力 就是 reaction highlight 先 先 如果要畫出來怎麼畫呢 先畫一塊地板 這個是地板 我們知道 摩擦力 就會是 相反方向 Action Invasion pair 一定是相反方向 好 就是這樣 我假設 假設 我把蜘蜜是 20N 這裏也會是 20N 這個就是 Action Invasion pair 我先把這三種力 拿來做 描述 張力 比較麻煩 麻煩 所以要移到最後才說 現在說 OK 那好了 如果有件物件 在這裏 我的繩子 吊著它 那我今次就畫了 Forge 好 對於 對於 物件來說 它有MG 那 有條繩子吊著它 自然有一個 Tension 那 我假設 這件東西 箱子是 5KG 假設 有些數字容易搞些 初學的時候 好 那 重量就是 50N 我定住 看看有沒有東西吊著 好了 我當這個東西 那 是的 滑鼠給電線吊著 就是我們的系統 OK 有條繩吊著 它本身有重量 那當然滑鼠不會五公斤的 那 這裏 OK 那我們知道 我的東西吊著不動 不動 你 你想要這樣想 開始 嗯 延遲 即是怎樣 即是 Led Force 等於0 Led Force 等於0的話 即是向上的等於向下極 所以 Tension 等於MG 所以它都會同時等於50N OK 搞定 好了 我很長氣的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究竟這次的例子 Tension 和 Weight 是否Action 和Reaction 配合呢 檢查剛才那四樣東西 大小相同 是的 大家都50N 方向相反 又對 一個向一個向上 三 是否施力 在不同的物件上 看多一次圖 很明顯 不是 施加在同一件物件上 即是它們不是Action 和Reaction 配合 我們可以看到很銀行 很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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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下一件 就是它們並不是Action 和Reaction 配合 好了 都是一句 我現在想找回它們真命天子 它們各自對應的Action 配合是甚麼 好 好了 那 Weight 就不多說了 我現在講了第三次了 那我不詳細畫了 就是 那個 Weight 這個50N 是地球施加於箱上面的力 所以它的Reaction 配合就是這個箱 扯回地球50N的力 OK 有沒有問題 好了 那個Reaction 配合 Tension Tension 是甚麼呢 就是 那條繩給箱的力 所以 Reaction 配合就是 那條繩給箱的力 那這個就是Action 和Reaction 配合 好了 那這一節我們就講完 那我做少數據就先完結了 牛敦第三定律 如果不記得牛敦第一第二定律 那就要看回自然的影片 那基本上牛敦只有三條定律 那你學完金堂 學完的了 頭七課學了已經夠殺大半的物理課題了 大本好像誇張了 夠殺一定份量的物理課題 OK 第三定律 逢親有力 必定伴隨著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有些以下四個特性 大小相同 Eco Immenative 方向相反 Opposine Direction 那第三第四呢 就是 我自己來講一些做計算或者教學的心得 就是一定要C加在不同物件身上 你見到嗎 它們定層問 Arriving 就是摩咖 mesma A그렇 dummy 一定不會 因爲一定C加在不同物件身上 g 柘故事 具體情況怎樣說呢 確定期片功 Resistance 一定以下格式 Ala Bla C叻Go A叻Go 然後回應第六課,我們常見有四種力,重量、張力、應力、摩擦力 我講述這四個例子去對應的Action Emulation Pair,應該如何理解 第一節就完了,我們都講完牛頓一二三定律 下一節回來我就會示範如何處理技術的問題